大家好,我是刘 这个频道是专门介绍中国历史跟文化的 如果你觉得视频有意思 记得给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为什么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中国没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却对西欧有那么大的影响 四大发明是指中国古代对世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四种发明 就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 这个说法最早由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提出 并为后来许多中国的历史学家所继承 普遍认为这四种发明对中国古代的政治 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后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国家 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 陆续传入西方国家 成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 马克斯恩格斯全集 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 印刷书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 方便了文化的广泛传播 火药和火气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 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 指南针传到欧洲航海家的手里 使他们有可能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 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厂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总之 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针 这些伟大的发明曾经影响并造福于全世界 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十分辉煌 其中很多技术水平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 但是这些实用性很强的技术 都是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因此 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发明的新技术 亦且被统治者看重 使能得到重视 并尽快提高和完善以致推广使用 反之 对统治者利益相关不大的技术发明 则要遭到阻止和扼杀 就这一点来讲 中国古代技术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和中国近代技术文远远落后于世界 都与封建统治者利益有密切的关系 从表象上看 外国人用火药制造了子弹抵御敌人 中国却用它做鞭炮来竞身 外国人用罗盘针航海 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受中国古代明朝 清朝当时的社会条件 社会制度 经济水平 人的观念的限制 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 没有在第一时间转化为生产力 但四大发明 在欧洲却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具体说 一 火药把歧视阶层做得粉碎 二 火气的广泛流行 促进了野精液的发展 三 罗盘针有利于开辟新航路 打开了世界市场 并建立了殖民地三 造纸术和印刷术 便利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 成为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 从原因看 主要是中国社会条件不如欧洲 一 政治方面 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 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 中国封建专制 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易商政策 这种以农为本 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中国 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西欧各国都会主动 或被动得顺应历史潮流 大力 推行重商主义政策 鼓励发展工商业 既增加了财富又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 技术的进步 明末清初闭关锁国的政策 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自己国家的作用 但也严重妨碍了东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交流 扼杀了先进科学思想的成长 使先进科学技术因缺乏新陈代谢而日以零缩 二 经济方面 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科技的发展 长期以来 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 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 的经济形态满足于一时的风调与顺 自己自足 安于现状 绝少有改变传统的开拓精神和 创造精神 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没有迫切的需求 因而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最根本的缘 动力 只能在日益没落腐朽的封建制度的轨道上蹦山而行 三 文化教育方面 儒家文化和封建奴化教育阻碍科技的发展 中国封建教育偏重于政治与伦理道德 清自然科学 封建教育是替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一种奴隶式教育 鄙视技术和才艺 八股取士的选官制度 习考试命题范围是以儒学为主的四书五经 培养 选拨出来的是只读圣贤书 不闻窗外式的书呆子 奴才 而不是科学人才 在这种氛围下也就根本不能产生有气魄创立新学说核心理论的科学家 科技发展也就失去了文化基础 思想文化上的儒家文化氛围也束缚了科学的发展 西方科学的发展往往都有一个较好的文化氛围 如文艺复兴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 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增加了理性和科学的意识 也就大大增强了这种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良好氛围 几次科技革命则更是科技史上的辉煌 而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特别浓厚的国家 儒教文化氛围笼罩着一切 支配着一切理学的维新主义 使人们放弃科学的头脑 经学的独断像紧箍咒一样 造成了人们非科学的心态 形成了组织科学发展的巨大历史情形 四 社会价值观导向方面 反功利主义的传统价值观 制约着中国近代科技发展 科学界一般认为 功利主义是近代科学技术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 中国的功 力思想表现为对利益社会地位的追求 因而文人都热果于人文 政治制度 而西方人追求 但是通过自身努力寻求个人发展 个人利益给予此相关的物质 精神价值 因而热果于生产 技术和科学 中国的这种反功利主义思想与西方的功利思想反映了东西方两种价值观的巨大 差异 影响着各自国家 人和社会价值取向与国家政策的制定 也就直接间接制约着自然科 学家群体的发展壮大 中国的这种传统价值观与社会环境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自我适应的系 通 使科学技术在中国受到了实习 科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吸收改进发展并创造的过程 也就是说 科学是一个发展着的历程 不是孤立的 是以历史为基础的 不能单纯地用孤立片面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上的科学成就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与西方工业革命的革新和发明 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 没有人可以说 西方的这些发明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没有关系 而事实上 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科学成就都具有极大的意义 都极大的推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的发展 而早期的成就也成为后世科学发展的基础 这一点是极其肯定的 视频制作不易 请给我点个赞吧 如果想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